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銅鑼灣利源山道一間飯店 早上漏石遊戲 消防員到場調查的時候 突然發生火警 有六個消防員和一個職員受傷 六個消防員全部留意 四個情況常好,兩個普通 至於受傷的職員就已經出院 劉曉君報導 火警現場是銅鑼灣利源山道 和南方道交界一間飯店的廚房 在火警發生之後 廚房所有的用具都燒爛了 事發在早上十點多 一名飯店的職員 準備在廚房更換罐裝石油器時 發覺其中一條接駁的石油器管漏氣 於是用手按住漏氣的接口 十分鐘之後 飯店的職員才去報警 消防員到場沒多久 廚房的火種點著了漏出的石油器 而引起火警 機電工程處發言人說 初步相信現場並沒有發生過爆炸 也沒有儲存過量的石油器官 只是飯店的職員 在發現漏氣之後處理不當 漏了十分鐘 他還聽說 有人還在附近想買一塊錢 來自己試 在今次的漏石油器事件中 總共有七個消防員入內救援 其中有六個都受傷 負責今次火警的灣仔消防局局長梁景麟說 今次這麼多消防員受傷是比較罕有 有個訊息告訴我們 已經知道是石油器漏石油器 所以我們來到的同事 他們有一定的工作守則去注意 這次為何引致我們有六個消防人受傷 我們消防處已經由一個三人小組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 去調查這件事件的真相 亞洲電視記者劉曉君報導 新蒲江一間中學的實驗室 早上發生輕微火警 有一個消防員和學校員工受了輕傷 現場是新蒲江五華書院的實驗室 早上八點多 實驗室裏面一些化學物體突然冒煙 發生輕微火警 消防員到場之後 用實驗室的滅火筒噴向化學物體 事件裏面 一個實驗室的助理和一個消防員感到不適 要送院 而政府化驗所人員到場 調查事件的起因 消防員一度在在場戒備 政府今年八月起開始重建獅子山隧道 近沙田出口的一段公路 工程進行期間 那段公路會少一條行車線 運輸科官員呼籲 市民到時盡量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使用其他的隧道行車 政府在八月將會耗資七千萬元 開始重建近沙田出口 介乎收費廣場至沙田路橋之間的 一段獅子山隧道公路 分兩期進行的工程 預計會在九四年年尾完成的 主要是改善一些彎位傾斜道 和裝設架空指示標誌 路政署官員說 部分公路的路面結構 在路政學來說 壽命已經是近乎零 需要重建的 路面已經有很多裂痕 還有有些地方就坐了 有些地方就擠起了 所以如果車走得快 當然會有些少危險的 在公路重建期間 行駛的車輛需要減慢 最快只可以駕駛時速50公里 另外這段公路會封閉一條行車線 上午六點至下午四點 去九龍方向會有兩條行車線 去新界方向只有一條 由下午四點至深夜就相反 去新界會有兩條線 去九龍只有一條 運輸貨官員建議 使用條公路的市民 要早半個小時出門口 另外又呼籲駕車人士 考慮改用大老山隧道 和食門隧道 我們不能夠說 好過現在 但是我們相信 車的農程可能會稍為長一點 但不會太頑皮 中英雙方宣布會在下個星期五 再次舉行機場委員會會議 中英雙方在下午宣布 會在下個星期五 按照機場量解備忘錄 就新機場鐵路財務安排問題 繼續進行磋商 雙方在上個星期五 舉行七個月以來第一次的會議 英方代表在會後形容 會議的氣氛不錯 但是當時就沒有公布 下次會議的日期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黃啟仁 接見香港地產行政人員協會考察團的時候說 香港的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之一 未來的特別行政區土地政策 不會有大的變化 黃啟仁說 土地管理系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 有明我的規定 九七後按特別行政區法律 繼續予以承認 他說按照一國兩制方針 九七年後廣商仍然被當作外資 繼續享受在內地投資的優惠政策 本港一個財團與珠海市政府合資 在珠海興建廣東省最大的火力發電站 珠海市長梁廣大在廣州舉行的簽約儀式上說 日後這座發電站除了供電給珠海之外 還可以供電給廣東省其他地方 配合廣東省的經濟發展 李圖在廣州報導 在照做粵港合作興建和經營 廣東省珠海發電廠簽約儀式時 珠海市市長梁廣大說 這個發電廠將會是 廣東省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廠製會在珠海市西區 建置總規模是372萬千雅 他說珠海發電廠是由五間中港公司合資 總共投資了超過30億美元 國內公司佔55%股權 而香港公司佔45% 工程分兩期完成 而第一期工程就會在95年完成 珠海又需要很大 廣東又需要很大 所以這個電廠是很有重要意義的 對整個生產的促進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工程 另外梁廣大說 他們還會與香港公司合作發展 第一系列廣東省基礎建設 而這方面的進展也非常良好 亞洲電視記者 李徒在廣州報道 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移民官員認為 最近大批中國非法入境者 集體偷渡去美國 主要是由於美國的移民法例 太過寬鬆 他們建議政府修改移民法例 押止偷渡潮 過去一個星期 有數以百計 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 集體偷渡去美國東西海岸 他們坐遠洋輪船到美國 幾百人一起搶灘登陸 這股集體偷渡浪潮 令到華盛頓政府震驚 一些移民官員認為 造成偷渡潮的原因 主要是美國的移民法例 太過寬鬆 這些移民官員認為 美國政府應該修改移民法例 才可以押止偷渡浪潮 有報道說 國會已經醞釀修改移民法例 而改革的內容 可能是包括 將現在申請庇護的手續簡化 和縮短審核時間 政府要加強邊界巡邏 在海外設立中心 對申請庇護的人進行因別審查 以及對非法入境者實行 即步即解 據統計 去年一共有25萬個 來自各地的非法入境者 向美國尋求庇護 如果依照目前的程序 要用81年的時間 才可以全部處理這些申請 趙麗儀 我交給你了 謝謝你 各位 世界杯足球外圍賽 亞洲區第四組第二循環的賽事 香港今天以0比3輸了給巴林 而黎巴嫩就以2比1擊敗印度 在南韓連輸三場的香港隊 目前以七戰得五分牌第四位 港隊最後一仗會是在星期日對印度 今晚是灣仔衣館上演的 港澳台北拳擊賽 結果香港包辦了頭兩場的冠軍 李祖宏輝道 今晚的10場比賽分為拳擊和搏擊兩種 第一場乘量級的拳擊賽 是由紅色衣服 香港的陳日昇 對藍色衣服 澳門的涼涼曬 第一回合開始 九二年全港冠軍陳日昇就主動進攻 取得較大優勢 第二回合比賽進行了10秒 陳日昇更是技術擊倒對手 為香港隊先拔求籌 第二場乘量級的拳擊比賽 由黃色衣服香港的何思傑 對藍色衣服台灣的潘健邨 何思傑在虎戰到最後一秒 才打低對手 在香港隊再下一城 亞洲電視記者李祖宏報導 今天在九華競射擊場舉行的 港瑞台北射擊浮濟賽 廣州隊包辦了三個項目的冠軍 譚偉紅報導 今天由於連場大雨 令到原定四個項目的賽程 只有其中三項可以順利進行 而且影響到整體成績 在上午進行的兩項決賽 廣州隊先拔頭籌 分別奪得男子小歐勁步槍 臥射和女子運動手槍的冠軍 廣州的譚艷華更加力壓隊友 世界紀錄保持者劉海英 奪得運動手槍金牌 而另外一名女將龐立勤 在下午的氣步槍決賽 以557環壓倒台北的劉俊遠奪得冠軍 而中華台北的表現都不錯 奪得港瑞台北對際賽小歐勁步槍 和氣步槍兩項冠軍 至於主隊香港的表現就不太好 只能奪得三個亞軍 蔡偉明天安排了男女子氣步槍 男子中心發火手槍 和男子手槍速射四個項目的決賽 亞洲電視記者譚偉雄報導 今晚的體育新聞交回給你了 好了 麻煩你 接著還有一些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收市是報7266.74 升了6.16 倫敦金融時報指數剛剛是報2243.1 升了4.6 美元最新匯價馬克1.623、1.624 日元106.15、106.2 英鎊1.5342、1.5352 港元是7.728、7.729 最後是講一下天氣 預測是吹和喚的西南風天音有雨 雨勢有時頗大 還有幾陣狂風雷暴 最高的氣溫大約是29度 現在的氣溫是26度 濕度97度 好了 這次新聞已經報導完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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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